今次分享一件搭的士的骄傲夜 有晚好多夜做要开OT 做到十二点多才能收工 又赶不到辆尾班巴士 就唯有坐的士回家吧 下到的士站又没车 就走出大街看看有没有车 走了不久,对面有个的士停了 那就伸手折他 啊,这人好像看不到我 那就自己走过去上车 司机大佬麻烦车我去深水埗 上了车之后 咦,整架车都是档的 应该之前有年轻留下了 司机大佬,要不需要帮你收拾档啊 呃,由他了,我稍后自己收拾了 在我想着拿起扶手的时候 有几个娃娃放在凳凳后面的 咦,又播出了什么世界真小小 这个人都挺搞的 反正都是坐过一会儿 你人这么多做什么 在这里回到家大概需要20分钟车程 司机大佬麻烦弄小一点收音机 对啊,有点累想欺负了 在我快睡着的时候 忽然听到后面有小孩笑的 难道太累了,听错了 别管了,继续睡吧 过了不久 又在这里死了 心想 不要玩了 就是这样都搞得我睡不了了 眉上双眼炸睡起了 终于回到家了 给了钱下车之后 我勺下的的士 读你了 读你本书 为什么有个小孩的黑人在车厂里 跟我挥手说拜拜 听人说个放公仔和堂 是进行某些仪式的 难道他仰 想 今次就分享到这里 下次见 记得订阅和按钟仔